欢迎收看今天10月2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今天新闻一开始我们要看的是 针对了国道6号的公安意外 今天中午检方再度到了现场去勘验 千万能够厘清意外事故的原因 而在不幸死亡的名单当中 台湾籍的公投庄永和 既然没有劳健保 这代表着相关的补偿 他可能一毛钱都拿不到 而其他6名死亡的外劳当中 已经确认4个人的身份 不过他们当初都是以渔工 或者是作业员的身份来到台湾 结果从雇主的家里逃出来了 到北山这个地方来工作 却不幸通通客死异乡 国道6号崩塌第三天 检方再度到现场勘验 而工程尽管停了下来 不过意外当时巨型钢骨汗阴架 从高空坠落 从现场的状况来看 还有三只大型的钢梁已经歪斜 能不能拆除进行善后 还得仔细评估 我们是请他们赶快就做一些 立即的补强的措施 如果必要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怕说拆除的话 可能会不会引起第二波的 那个公安事故 所以我们这边等一下 这一户人家本身 我们是非常的关切他们 到底未来会不会再 会不会有什么立即的 生命的危险这样子 意外现场的下方还有一户民宅 担心引起二次公共意外 警方和张姓屋主沟通 希望暂时以安全为考量 暂时撤离 公地现场安不安全 都还得进一步评估 而这起公安意外 也曝露公共工程使用外劳的问题 根据老委会规定 营造业必须超过百亿以上的工程 其中单一工程必须超过十亿 才可以专案申请 这起工程不符合规定 明显违法 行政院长吴敦毅强调要全面清查 把目前全国三万三千多名 不知去向的外劳 也要严惩非法雇佣外劳的单位 而六名死亡外劳中 已经确认四个人的身份 他们当初以愚公 和作业员的身份申请来台 结果从雇主的家里逃出来 到北山交流道工地工作 全部客死异乡 目前正透过移民署等单位 和印尼方面取得联系 不过都是非法打工 没有劳保 没有办法取得任何补偿 另外台籍的林班庄永和 因为是雇主身份 同样也没有劳保 不过家属可以得到 每个月最高四千五百块的 国包给付 具有林健身彭幻群 南投报道